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登上人民网,收获新身份,用声音抚慰人心。 众所周知,肖战作为一名公认的优秀正能量偶像, 他不仅受到了无数大众的喜爱,也受到了官方的喜爱, 甚至在很多重要的日子里,肖战也会被官方邀请 为大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而在即将迎来2024年之际,肖战也是收获到了新身份, 那就是登上了人民网成为了温暖讲述人。 回顾了2023年这一年代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不得不说。 肖战那温柔的声音真的是特别抚慰人心, 让人倍感温暖之余,也有着满满的感动。 当然,肖战收获温暖讲述人这个新身份, 绝对称得上是他优质的又一次认证。 因为只要稍微了解过肖战的人们都知道,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 人品也非常好的偶像, 从出道至今。 他除了用言行认证了自己那刻在骨子里的素养外, 也一直都在引导着所有喜爱他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引导大家成为更好的自己, 并为大家带来向上, 向好的力量可以说是肖战一直以来的坚持。 不管是之前为朗诵诗歌, 又或是为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还是此次被官方邀请成为温暖讲述人, 都毫无疑问见证了肖战那超高的素养与品德。 另外,肖战作为温暖讲述人, 也称得上是又一次用他的声音温暖人心的举动。 而这个举动也预示了一点, 那就是肖战这位深受官方, 以及大众喜爱的优秀青年。 在2024年里不仅会收获到更多的认可, 也必然会收获到更多的支持。 诚然,肖战所代表的是我们新一代偶像的风采, 他的优秀, 他的品德与素养是受到一致认可的。 不管是大众, 还是官方都对肖战有着越来越强的好感, 而这份愈发增强的好感, 其实也是再次说明, 优秀的人只要有素养有品德, 就一定能被无数大众和官方一直支持下去。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